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呢 这个是写给不太了解我的同学的 这两个字 里面的李季昂的昂 或者呢 也有个英文 也是比较的少用 但是这个写着会方便 那么这个名字的由来呢 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讲过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就是李昂之前在那个高考学习的阶段 有一个水粉的颜色叫李昂 它是一个偏橙色的一个颜色 它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比较热情 比较美好 你像李昂还是一个城市 也是一个电影主角的一个名称 所以呢 我就使用了这个名字 那么在这里呢 很高兴认识大家 也希望呢 在后面的几个月 能够跟大家好好地相处 度过这一段素描学习的时光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在这一段学习之后能解决到自己想解决到的问题 那么也祝大家学习完之后成为一个大处 好吗 好 那么这就是我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么我主要负责的科目呢 是素描基础以及工笔基础 所以呢 我是有两个科目的 那么大家呢 在课后可以进行添加我 因为有一部分同学是后面进来的 我有时候会没注意到嘛 因为私信也是比较多 所以呢 大家如果有一些生活上呀 或者对于绘画上一些不懂的地方 你就可以添加我的QQ号来进行一个私聊 好吗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敲一个1 好吗 我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能get到我的这个名字 因为啊 我来诱化 诱化 刚来就有人给我起了个绰号 叫梁老师 因为 因为这个梁 连读起来它就是梁嘛 然后呢 他们有很多六期的同学以及五期的素描五期的同学 他就给我起了个梁老师这个名字 那么呢 我也悉心的给他 我也接受了 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记忆方式来进行记忆 好吗 我更乐意啊 大家叫我梁 好吗 叫这个也行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一个流程了 那么我们七七的这一个素描课程呢 就正式发车了 好吗 今天就是预热课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一讲 这一个工具 好 那我把这张画给大家撤下来 丰富了名字介绍 对呀 总得学点东西嘛 丰富一下 讲起来更好玩嘛 对吧 哎 千秒咱们就不提了 我想抵抗啊 但是没用啊 他们还是这样叫我 那我也只能接受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素描里面最基本的第一个 也就是我们做华的媒介 第一个就是铅笔了 好 关于铅笔呢 其实 要说的话 它可以分成很多种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来拆成两个 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也就是我现在使用的这一个铅笔 我们可以把这个笔 签这个字给它去掉 第二个就是碳笔 太卑微了 没有 这样叫着也挺好玩的 但是他们猜测我姓梁 但这个不对 只是联读起来像是梁 好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铅笔呢 我分成两个 一个是上面的A 以及下面的这个B 碳笔 那么铅笔的它的特性是什么 铅笔的特性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用这个色块给它叠加一下 我用稍稍软一点点型号的铅笔给它叠加一下 大家是不是可以看到它这一块会有一点点略微的反光 哎 你看我把它遮住 把它遮住是不是它就会略微的再黑一点点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正常使用的铅笔 大家可以理解成它是油性的 就是它上面呢 会你画久了 它就会起层油 然后起逆子 再去进行叠加的时候呢 不论你怎么进行一个上色 它都是会有一点点吃不进去了 所以说呢 我们铅笔呢 就是尽可能的 就是少量的叠加 因为如果说你一遍给的太重了之后 你进行擦拭 它是不太能擦掉的 就是你把这一些再擦掉之后 它的那个铅里面的那个粉 它是相对来说较细腻的 它已经吃到这个纸里面去了 它已经带不掉了 所以说你再次进行一个上色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上不进去 所以说我们在使用铅笔的时候 你尽可能的呢 就是少一点点 不要一次给的太重 如果你一次给的太重 对于我们后面的一些调整啊 这一些不好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你像形体画的有一点点不准确 或者说你像你的暗部的这一个颜色呢 画的有一点点太重了 你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你如果画的特别特别重 画到我这个程度了呢 那你就不太好进行一个粘取 那么我给大家稍稍演示一下 你看我就是非常用力的在擦这一个小的色块 它这两边呢 都会有一点点韵染的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在给到这个铅笔的颜色的时候 尽量不要给的太重 就是你不要很用力的给它摁进去 这样上颜色 你就稍稍的 这样一遍一遍的给它铺上去 这样带颜色是比较适合我们铅笔的一个上吊子的方式的 那么我们从这里呢 又可以带到一个排线 所以说呢 这里是我们下一节课需要讲的 因为排线这一块的话 它跟我们的整一个运笔方式以及握笔方式都能挂钩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基础 也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是单独放到后面一整节课来讲这一个方面的内容的 所以说呢 我们看完这个铅笔之后再来看这个探笔 啥时候画画呀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下这个工具哦 因为工具对于素描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先把工具给它讲明白 你看是不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色块比这个色块就众多了 所以说呢 我们简单的去理解这个探笔的话 它就是成磨砂的一个质感 它是不会反光这个情况出现的 所以说我们一般画那种冲击感比较强的画面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探笔 那么探笔的它一个特性你也能看得到 像我刚刚上颜色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颗粒在往下掉 对吧 所以说呢 它这个探笔的颗粒感是比较的大的 那么大的同时就代表它不太能够吃到这个纸张里面去 那么我们用一个纸巾给大家演示一下 颗粒大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你看 我就用一张纸巾就把这个色块给它擦白了 所以说它的附着性没有铅笔这么强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暗部用碳笔画的时候 你如果画的太重了 没有关系 你用纸巾用力的给它擦 擦第一遍之后 它是附着到这个纸巾上面了 那么你如果想再浅一点 你就换一面 稍稍再干净一点点的 再去进行第二次的擦拭 这样呢 它就能带到这个纸上 那么整体的这个色块呢 就能剪淡 所以说探笔的话 你前期呢 量大一点点没有关系 它是可以带掉的 所以说呢 我们再过渡到后面 也是要讲这个排线 那么我们铅笔跟碳笔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 一个油性 一个磨砂 大家可以这样去记忆 是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忆 我们这边呢 就不去深入进行探导 它里面这些粉末啊 是什么材料进行一个粘合的 那么这个大家自行去摆渡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 和官方的一个答案了 好吗 好 那么这就是铅笔跟碳笔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敲一个2 没有露脸哟 今天是预热课 但是我们开学典礼也马上要来了 所以说 开学典礼肯定是需要露一下脸的 好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来看到铅笔需要注意到的第二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比较能够常见的是 大家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那肯定有那种 用的比较多的中华铅笔啊 或者说比较常用的那种办公用具啊 或者文具店啊 这种 对吧 但是那一种它是并不适合我们进行一个专业性的绘画的 因为它跟我们这个专业性的比有个最大的明显的区别 就是在它的尾巴部分 我们这一些专业性的铅笔呢 它的这个末端啊 都会给你标明它是几B的 那么这个几B呢 它就是一个英文的缩写Black 就是它的黑度 所以说呢 它就是代表的整一个铅笔的颜色的深浅 那么我们在处理一个亮灰暗的时候 就可以根据这个末端的提示来进行挑选笔的一个用处 那么我们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亮灰暗 对吧 那么我用亮面的话 我就可以能就会用到2B 那么我用到灰面呢 就是4B 暗部呢 6B 10B都可以 所以说呢 用笔型号的一个颜色的区分 来对暗部的这个亮灰暗 整体的这个亮灰暗进行一个区分 所以说呢 这也是铅笔跟我们市面上普通的文具店啊 或者办公用具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你像办公用具它不可能给你准备多这么多的型号 那也没必要 对吧 如果说你像一个办公人士的话 你那个办公手袋里面提这么多笔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呢 基本上它都是按2B型号来进行给你制作的一个办公的铅笔 像这些的话 它的重的颜色的程度肯定是达不到的 那么你像我给一个色块给大家演示 这是2B的 那我直接拿10B的进行一个对比 这样就比较明显了 对吧 我把它立起来一点点 你看 这是2B型号的 这是10B型号的 这个2B型号才到10B型号的中间位置往下过渡 那么它这个重颜色呢 它就会有一点点达不到 它一遍能达到的重颜色呢 它可能需要三到四遍才能叠到这一个颜色的程度 所以说 我们的铅笔型号就能够解决你的颜色不够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专业性的铅笔跟市面上的那些没有型号的铅笔 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那么俗话说就是你要预先立起是你就必先立起器嘛 预扇其实你必先立起器 所以说不要因为工具而导致你的画面出现问题 不是因为自己的手的问题能解决的物理问题 为什么要靠这一个 为什么还要通过自己不断的叠加 费那么大的力气来解决 对吧 所以说你能够解决的这一些工具上的问题 那你就去解决 好吗 好 那么这就是笔的第二点 大家可以如果没有准备好铅笔的话 你可以进行一个购买 那么购买的话 我就尽量呢 你去买这种型号的铅笔就好了 就是带这种标志的尾巴上有这种型号的铅笔 去准备几根就好了 有绿灰还需要买笔吗 哎呦 绿灰啊 绿灰可是这个好几百倍都不值呢 绿灰那么贵一盒 绿灰的话它可能就是彩迁嘛 那么我们是单色绘画 彩迁它可能就是多色绘画嘛 所以说呢 我们素描肯定还是要用到铅笔 那么你像这一根的话 一块钱两块钱都不到 成本还是比较的低的 用起来呢 也是能用的比较久 所以说准备一部分也是OK的 好吗 好 那么这是我们铅笔需要注意到的第二点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敲一个3 好吗 我手上的是啥笔 我手上的是三菱的铅笔 三菱的铅笔是我一直在用的 咱们幼化呢 也是一直有在用这个铅笔 我考学的时候用的最好最好的 也就是三菱这个样子的呢 当然它肯定会有更高的一些价格的铅笔 那也没必要了 它够用 况且它不会因为生产的批次不一样 而导致你的型号或者颜色不一样 所以说我是比较喜欢用三菱这个铅笔的 看 我看弹幕 我知道我们后面还需要带的嘛 就是这是第二点需要注意的 那么 对 三菱是日本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碳笔的部分 像我们山峰同学提到的那个 木炭条 对吧 那也是需要讲的 但是呢 我们先把前面的给它讲完好不好 就是最主要的 我们画画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个是 画出来的东西就是笔 一个是受体 受体的话就是我们的纸 那么我们利于我们修改的话 还有一个橡皮 这就是我们围绕素描里面 三大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先把这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给它讲完 那么其他的呢都是一些附加的了 好吗 那么我们先 把这个铅笔给它 继续给它讲完好不好 需要买碳笔吗 这个根据自己的意愿 你像我们这个铅笔的细腻的程度的话 它就比较适合我们前期的学习 大家也看到的是它这个碳笔的颗粒 特别特别的大 对吧 然后你上颜色的时候 上颜色的时候是不是它一直会往下掉这个粉末 你看大家能不能看到一颗一颗往下掉 哎 你手一不小心蹭到 是不是就会有一点点颜色 如果说这一块颜色它在暗部还好 如果它在亮部你怎么办 你手上又有汗又有油 它混着这一些东西一并吃到你的纸里面去 那你到时候就不太好去调整了 所以说呢我们比较 我比较推荐啊 你前期学习的时候就准备铅笔就好了 碳笔呢可以根据你后面的一个自行选择来进行替换好不好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铅笔需要注意讲到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是纸张 好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讲 那么我现在手边呢是两个纸 左手边的是A4纸 右手边的是我们这个康宋的素描纸 那么这两个纸张有什么区别 我给大家谈一谈这个声音啊 大家可以听一听 是不是很清脆 能听到这个声音吗 这个声音很脆很脆的这种声音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素描纸张的声音 是不是能从声音上就能判断得出 这两个纸张的厚薄程度的不一致 所以说啊 我们在这个素描的叠色上的时候 你如果说画长期的素描 或者说你偏画幅比较大的素描的时候 你去不断的叠色的时候 比如说你需要叠 三到四遍左右 你一直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叠色的画 你保不齐它会起毛 或者说给它画穿了 所以说如果你的纸张太薄的话 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你如果替换成较厚的纸张的话 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像我们采迁 学采迁的同学他肯定也知道 那厚的纸张 它可能还能处理出那种毛发的感觉 用那种画不出来的中性笔 给它刮一下 因为厚的纸张它本身那个厚度在那里 它能陷进去 能处理出这一种毛发的效果出来 那么你像这个A4子它这么薄 它肯定就不太好出来嘛 你甚至有时候如果用太大的力气 可能就会把这个纸给它刮 刮破 所以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一定要选好纸 不要再问A4子行不行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问题 如果你想学好这个素描画的话 你就准备好一本素描本进行一个作画 所以说像这个A4子 我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因为像小白前期学习肯定会问 我家里只有A4子 我用A4子行不行 我不是说A4子不好 它只是不适合我们这个素描的绘画 因为我们素描的绘画不是说一遍啊 它就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 我们素描都是分好几步的 起行 找暗部 加重固有色 虚实关系处理 然后整合画面 细节调整 都要好几步在等着你 所以说你如果一张A4子的话 它撑不了那么久的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准备好纸张 把纸张准备好 把笔准备好 这是我们前面最重要的两个工具 那么 还有一个就是橡皮了 那么纸张这一块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敲一个4好吗 这是我用的就是比较多的是个 这个Consum的纸 大家就是搜索素描的纸张就可以了 我不说要买多贵的纸 只要你买这个素描纸就OK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 来到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橡皮了 对吧 也是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橡皮 也像我已经用的不堪入目了 不堪入目了 你看 就是我经常会把它削掉到那种高光橡皮 像这个的话就是斯比勒的一个印象皮 这种印象皮它的用处是什么呢 我们擦高光 或者我们需要擦掉那种比较明显的形体的时候 你像 这个多余的色块 我把它画多出去了 我排了一遍线 我发现我这两边画多出去了怎么办呢 我就用这个印象皮摁住 我就能擦出一个方块形 况且这两边呢 它就像有一条轮廓线一样在这里 所以说这是印象皮的一个好处 那么你像印象皮它也有弊端 那么弊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它整体偏硬 所以说它在蹭这种比较厚的这种色块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擦笔一样 它会把这个色块给它运开 所以说呢 它是比较适合我们前面一到两部形体出现问题 或者大的一个铺色上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去使用这一个 如果说你这一个色块叠了很多次的话 我用一点点力气啊 如果说你这个色块叠了很多次 再叠一遍 你想在这个里面擦出一个高光 是不是 你就能发现 这边好像被蹭出了一条线一样 这两边就能被运开的那种感觉 它擦不出那种比较柔和的一个效果出现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的是软橡皮 那么我这边用这个橡皮泥 橡皮泥给它替代 如果说你想要比较自然的一个简单效果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到的是这一个橡皮 啥橡皮 斯比勒的橡皮 或者樱花的橡皮都可以 这是绘画里面比较常用的 也不是很贵 好用 哎 你看是不是它就能剪淡了 相比于这边 相比于左边这一个 它肯定是淡一些 但同时我又保留了笔触 没有这么明显的一条很锋利的线 所以说它就是像这种 色块 叠色比较多的区域的话 你就只能使用这个硬橡皮进行粘取 或者说你把它滚成一个长条 滚成一个长条 这样滚一下也可以的 所以说呢 这是橡皮的一个区别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高光橡皮 那么我这里用的是电动橡皮 电动橡皮的话 它比较适用于我们擦高光 你看它是不是就是比较尖尖的 面积接触面积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呢 它比较适合我们把这个高光给它提出来 提出来的同时呢 不会破坏整体的这一个调子 所以说这是橡皮的一个区分 所以说你不要看我们经常使用橡皮 但它也是有不同种类不同的一个质感的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准备这两个就可以 这个可有可无 这个高光橡皮它要涉及到我们后面的全音素材可能会用到 我也是最近才买的 如果说你不想花费这几十块钱买个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把这个硬橡皮呢 给它削尖一点点 削成这种形状 有这种尖尖的位置 它也可以使用的 这样的话呢 就会比较省 但是 但是它会掉 因为我每次削完 它就不见了 所以大家如果保管的得当的话 那你就可以削 不用买这个高光橡皮 把它削成这种尖尖的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的时候 不要盯着一个尖的位置给它使用 一定要换着来 每个地方给它擦一下 那么你就可能 就能更长时间的保存这一个橡皮的尖锐程度 橡皮还分这么讲究 所以它今天就是要把工具给它讲明白 我都有可以的 那你的工具就不用再额外的去准备了吗 电动橡皮擦还是不会控制擦高光 那么你擦这个电动橡皮的时候 你要去想 它是不是旋转的 那么你像这种弯弯的睫毛的话 那你就顺着它去擦吗 这样弯一下 它就能顺出来这个感觉 如果说你逆着擦的话 它就会容易跑 所以说你可以顺着它的旋转方向进行一个擦拭 这样擦出来会比较好出来一点点 我的电动橡皮是啥牌子 我的这个就是随便在网上买的 叫天文 天文 这个是我自己后面又买了一个 准备去拿 这个是陆希老师的 借着用的 感觉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比较灵活 随便按一下它就能动 我好像现在在带货 好奇怪的感觉 大家根据自己意愿就好了 不要说非得跟我准备的一样 好 那么这就是橡皮这一块 橡皮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敲一个五好不好 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铅笔 以及我们的纸张 还有橡皮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是我们画画最重要的三个工具 那么我们再来给大家扩展一下 其他同学所提到的不同的工具好吗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木炭条 木炭条我们六七有用 最后一节课有用到 它呢给大家比较粗略的介绍 比较简单的介绍 它就是柳条烧制而成的东西 你看它这边就是棉棉柳木炭条 那就是棉柳烧出来的木炭 它整个造型呢就是偏黑的 那么它整个整个都能用 那么既然是木烧的 那么它肯定我们之前学生物也有学过 它可能有呃里面的内心啊 或者外皮啊都会有一点点区分 所以说呢木炭条最重要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它外面包裹的这一层 它是比较好上色的 中间啊中间这里大家应该能看到 它有一点点白点 这就是它中间心的位置 它中间这个位置呢是比较硬的 它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笔触的效果 那么我在一般使用的时候呢 都是给它掰断 它使用的位置呢 我比较常用的是在背景这一块 哎你看是不是就是整体的这个背景 就给它扑出来了 还有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机理效果 那么它这个机理效果 能跟我们脸部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大家应该能看过那种 网上的一些绘画作品 它后面有一种比较粗的这种纹理效果 跟它人物脸部塑造那种细腻的效果啊 以及精致的效果进行一个 哎强烈的对比 那么你整个人物的脸部又能凸出来 背景又能下去 同时还有机理效果 那么这就是木炭条的一个使用方式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那么还有一种呢 你像我们这个木炭条跟这个碳比一样 木炭木炭 所以说它的颗粒很大 它不太能吃到这个纸张里面去 所以呢你稍稍用这个 哎纸巾给它揉一下 是不是它这个机理效果就没有了 你要想再浅一点可以再换一面干净一点点的 再给它擦一下 是不是又浅一点点了 哎如果说你再想再浅一点点 那你就会再换一面干净的吗 是不是越来越浅了 所以说我们在铺大的背景的时候你可以用 当然前面不准使用好吗 咱们这个七七的小伙伴 七七的同学前面可不准用这个木炭条 我们背景那一块的话肯定是还要练排线的 背景是很需要我们排线功夫的 所以说呢 七七的同学不要一开始就用这个木炭条了 好吗 不准用 因为它很能看得出来的 像我们用线条排的 它能看到线条 但是你用木炭条 它就是整的一块颜色 我一下就能看出来 所以说不要用 咱们七七的同学先不要用 好 那么这就是背景 可以使用木炭条 那么我们再来看 它这个中间的部分 你看它这个粉末掉了 所以说不要用到很关键的位置 然后一边用的时候呢 要一边擦 你像我用到中间的部分 它就不太好进行一个擦拭了 因为中间是偏硬的 它的笔触感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你像这边一根 它就比较明显 因为我给它抠到里面去了 这个中间的这里已经被动到了 所以说它这边跟这边 都有这个笔触的痕迹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用到 这个背景的话 你就尽可能把它掰断 掰成一小段 然后把它磨平 你像我刚刚这边 给它磨平了一点点 把它磨平了一点点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擦拭呢 它就能比较出来效果 这就是我们木炭条 好吗 这是我们绘画其他工具的第一个木炭条 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敲一个6 上星星相应 咋还找到纸张上去了 这个纸张的话 我就是拿着滚筒的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下 另一个工具 这个呢 我是在我们的 人事房找到的一个 是之前老师留下来的 因为用到的不是特别的多 它就保存比较的好 那么你像这个 它是会有一点点颜色的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两个颜色的区分 那么我们素描呢 广义上来讲 它就是单色绘画 单色绘画 好 我字写的有一点潦草 能知道这个意思就好吗 只用软一些好 还是硬一些好 当然是软一些 软一些的话 它好擦一点点吗 刚刚说的中间部分 是指木炭条 还指画面的中间 刚刚说的中间的部分 我是指的中间木炭条 这个白白的这个点 看见没 它就是这个柳条 中间那个比较偏硬的位置 所以说它的笔触 就比较容易出来 这就是我刚刚说到中间的位置 好 单色绘画呢 就是广义上的素描 对吧 那么我们看到那些 美院啊进行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你会看到 一些网上视频 你在B帐收也能搜到 你搜人体绘画 它可能就会出现 这种颜色的一个画种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素描里面 另外的一种笔 也是画人体的时候 用的比较的多的 也因为它比较好 出一个肌肉的效果 像我们这个黑色的话 它毕竟还是重颜色嘛 就是偏黑 那么你像这个的话 它比较贴近我们肤色 所以说我在大学学习的时候 也是会经常用到 这一个颜色的笔 这两个颜色的笔都会有用到 那么它是偏油性的 所以说呢 我们在画人体的时候 可能会经常用到这两个 以及画人物头骨的时候呢 也会用到这两个型号的笔 但是呢 这是额外的 大家可以准备 也可以不准备 这个的话就是随便找的 我也不知道是叫啥牌子的 但是这个是30的 我知道 像这两个笔的话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去买 好吗 好 那么这是额外拓展的第二个 那么我们再接着讲第三个 好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额外拓展的第三个工具 叫木炭金粉 木炭金粉 哎 好熟悉的名字 对不对 来看这两个名字 木炭条跟木炭金粉 我的理解的话 这个就是它打成的粉末 所以说呢 木炭木炭 它的颗粒呢 比较的大 所以也能出现这种效果 但是它方便的是在什么地方 它没有说这个木炭条中间的颗粒的位置 中间的这个偏硬的位置 它 只要你沾去一点点颜色就能上去 能均匀的同时呢 也能把这个颜色给它做下去 所以说呢 它是比较好去处理背景 以及大面积的这一个颜色上色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一个 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什么牌子 什么是这个木炭金粉吗 那么搭配这个木炭金粉呢 比较常见的就是用这个柔擦海绵 稍稍粘取一点点 不要粘太多 然后你粘取的同时呢 可以帮旁边呢 准备一点点纸巾 把你这个柔擦海绵多余的给它粘掉 你看这个色块就出来了 同时大家能看到这边肉眼可见的 是会比这边细腻一些的 噪点来说 噪点来说 你看这边是不是会有很多那种颗粒白的那种噪点 但是这边会相对来说少一点点 所以说呢 它这个就比较适合背景 它能种下去 又能虚下去 又能跟我们脸部的那一些排线呢 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虚实关系就能出来 当然这是在背景上 你用到脸部呢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两个都是铺大色的一个神器 但是我们前期不能使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素描是基础性学习 你排线这个功夫是一定要解决的 如果你排线功夫用不好的话 你这个其实也是画不出来效果的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用 它这一个方向啊 以及这个色块的衔接呀 以及颜色的程度 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掌握 如果你一开始就用这一个色粉 或者说这个碳精粉进行一个作画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形收不住的情况出现 那么形收不住呢 就会导致行散 行散是什么情况 也就是你的边缘轮廓线不明确 是一个你远看那幅画 好像有形 但是呢 你凑近看 边缘轮廓线收的不是那么的紧 整个画面呢 没有那么精致 所以说呢 我们在前期的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去排线 这两个我们学到后面再去使用 好吗 学到后面 你想怎么用都怎么用 就都ok的 铅笔的话是这两个颜色的是吧 这两个颜色的话 这个是三菱的 这个是三菱的 这个我不知道 它是个英文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 我给它写一下 红色 这个颜色 这一支笔 这支笔是这个颜色 好 那么这就是这个木炭 木炭金粉 以及木炭条的一个工具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绘画色粉 它不同于我们的这一个 木炭 木炭条 以及木炭金粉 它是一个有比较重的颜色的一个粉末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像那种油漆桶的感觉 它这个粉是什么颜色 它上出来的就是什么颜色 大家可以看 好黑啊 蛆黑对吧 看不见颜色了 完完全缺 那光照进去都没有颜色 所以说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颜色上到这个纸上是多黑 所以说你要想 你要掌控这么黑的颜色 你的掌控力得有多好 所以说这个绘画色粉 前期你碰都不用碰 想都别想 但是呢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性的学习 如果工具你都有些不了解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看这个是不是肉眼可见的就重一些 同样的力度 但是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但同时它不可沾取掉 你就算用纸巾去沾的话 它也沾不掉 因为它就是比较重的一个颜色 一下就吃到这个纸里面去还沾不掉 所以说不要去用这个绘画色粉 尽量尽量不要去用 因为它对于掌控力来说 是比要求是比较高的 锅灰算不算 锅灰算 可以 我给你点个赞 色粉 色粉刚刚那个黑的话是碳黑 对 好黑的 这个是很黑的 你像这两个我们能掌控 因为它比较浅 就算你画的太重了 你用那个纸巾稍稍一带 是不是就能带掉了 但是这个不行 你画上去什么颜色 它就是什么颜色 你如果说把它放到亮面 一不小心一个 一个不小心一蹭到 那你怎么办 擦又擦不掉 画了半天又舍不得 那你就只能搁到旁边 搁置到旁边 再去重新画一张 那多费力气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 前期学习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这个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到 这两个倒还好 因为颜色的这个深浅程度呢 我们能把控得到 那为什么不后期讲这些呢 因为我们后期需要节省大家的时间呀 我们前期一并把所有的工具给大家讲完 后期我用其他的工具的时候 只要略微的给大家说一下 我用的是什么工具 你就能知道 不需要在后面额外的给大家去介绍 我用到的工具 这样也能节省大家时间 对不对 好吗 好 那么这就是额外拓展的第四个工具 一支铅笔走天下 也可以多支了 好 那么还有第五个 我们的这个 胶带 像大家比较常见的胶带呢 是我们的塑料的 或者透明的胶带 对吧 但是呢 那种胶带会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它的粘性太高 因为我们素描的纸张 它的皮是很厚的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 它会连带着你的画面一并撕掉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挑选这种附着力中等的感觉 能粘住 但是呢 不是特别粘的那种胶带 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我们撕的时候也能更放心一点点 不会撕坏我们的画面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纸胶带 大家可以随意的自己准备就好了 纸胶带也可以的 但是透明胶带呢 它的粘性会有一点点的高了 好吗 这是我们第五个 额外的 那么前面的这一部分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敲一个7 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七个部分了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稍稍休息一下 休息个六分钟 我们再接着往后讲 大家可以再梳理一下 因为前面是讲的比较快的 后面的话呢 还有几个工具在等着大家 我们后面还需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喝口水 大家可以喝口水 休息一下 那么我呢 就把这些工具 接着给大家讲一下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擦笔 纸擦笔 哎 它前面有个纸 对吧 它这个前缀就比较重要了 前缀呢 就是这个纸 所以说它是比较好去揉擦画面的 像一些细节的部分的话 我经常会用到这个纸擦笔 比如说我们画到一些五官的位置啊 内眼角啊 双眼皮啊 鼻孔啊 鼻底啊 嘴角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纯中线啊 或者耳朵眼啊 这一些小的细节的时候呢 我就可能会用到它 因为这个纸张的话 你叠 你就算你叠得再尖锐的话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顿的 所以说呢 你就算叠成这个样子 它也是不会太受力的 你擦到一到两到三遍的话 它就会散掉 所以说呢 纸擦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大家可以准备一两根 也就几毛钱的样子 这个纸擦笔 可以持续使用 用完了 你给它用那个刀 给它削一下就好了 说好的六分钟 大家休息六分钟呀 我接着往后讲 对吧 节省大家实现码 提高效率 所以大家好不容易能抽个空 来听一个课 对吧 所以说要节省大家的一个时间 我就接着往后面讲 大家休息 休息 休息可以休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刚进来又休息了 进来的时机不对 看大家应该都是在咱们幼化学习过一段时间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零基础接触的 就是第一个科目就是我这一个素描的 有的话可以敲一下 敲一个1看一看 有没有第一次接触就是接触素描了 又可以看到幼化公开课了 真好 这一画公开课最近好像开的有点少 因为也赶上我们国庆 对看来还是有比较多的同学 是小白学习的 所以说工具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工具你准备好了的话 后面的作画就不需要太考虑这一方面了 你就吸收知识就好了 春之柳 春之柳我记得你 我明明在空间里发过特别喜欢你 那一张水彩花卉的 有些同学不要浑水摸鱼 我记得了 我有印象的好吗 好 那么接着往后面讲 那么还有一个工具是啥 还有工具是啥 这个 这个是啥呢 它的名字叫延长器 延长器顾名思义 如果说你的笔太短了 像这种很短很短的笔 不好握了 对吧 不太好受力了 又不好这样去定点握笔 画不出来 那你就需要一个延长器了 像这个延长器呢 它能延长你铅笔的使用寿命 你把它给它放进去 这边有个铁环 你把它放上来 这样它就能卡紧了 那么整个笔的长度 它就延伸到这么长了 所以说呢 它是我们延长一个铅笔寿命的一个神器 大家如果想不那么勤的换 咱们铅笔的话 你就可以准备一个 它能保证你的铅笔使用寿命 非常非常非常久 像有一些同学 我看到 他甚至把笔削的这么短 加一个延长器 他都能用 所以说啊 大家如果是那种 特别稀物的那一种同学的话 你就可以去准备一个这样的延长器 因为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就是不太喜欢丢东西 就是什么东西都想保存起来的那种感觉 当做一个纪念 那么你想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准备一个这个延长器 当然这么短的话呢 你就可以当做一个纪念了吗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就把它当做 我学习素描这么久来 把它画到一个末尾的一个小小的留念 把它放到一个小铁盒子里 这样也不错 一根一根给它积累下来 那么同时呢 把你那些画也同时积累下来 买一个小小的画册 一张一张你学习 整个学习完之后 一张一张的进行这样去对比 所以说呢 大家在学画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准备一个画册 准备画册的目的是什么 是能够帮助到你吸收到你前面那些犯的错误的 它能够起到归纳的一个作用 有时候你不太能注意到的一些细小的问题 能通过你之前翻看你之前画的一些画作能找到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稍稍准备一个小小的一个画夹 画夹呢 大概是六块钱左右吧 我有好几本 就是比较便宜的 很便宜很便宜几块钱 就有四十来张 你前后两面都可以放 都可以放嘛 八十张 总够你放一个 够你放你这一整期学下来的内容了 可能还有多的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画册 这样呢也能进行一个对比的效果 好吗 不是说一百张之内都是垃圾 话不是这样讲的 我画那就扔那不管了 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画册 当做一个小的留念呀 对吧 或者说你给他写上你的日期 做画的时间都可以呀 这样这样画画就像 那个票根一样 其实有一定纪念意义的 再来翻看你那些黑历史 其实自己的成就感 是会满满当当的在那里的 其实画画 画画你的学习 一步一步上去之后 它的那种满足感 是跟其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 你如果能感受到自己有进步之后 你是会很开心很开心 所以说你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画册 画册是哪种 就是文件夹里面有很多 一张一张的那种文件带的 那个感觉 我给大家拿过来看一下 好吧 嗯 嗯 嗯 你看这就是我买的一个文件夹 里面呢 都是收藏 也不是收藏了 就是放了一个位置 还摆不摆不摆不满啊 这样横着给大家看好吧 这你看这就是我画了几个小的四张 还有你看这是我们这个 七七的封面对吧 也在这里 还有我之前录的一些小视频呀 这些话呢 通通都放到这一个文件夹里面 所以说呢 它能够起到一个归纳总结的一个作用 你在往前面翻的时候 其实你能感觉到你是会有一定的进步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 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也不是很贵 几块钱 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张呢 后面就是公笔了 没必要看了 好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敲一个 到哪了 到8了 对 敲一个8 蓝银好呀 哎 蓝银怎么在这里呀 飞心的话 为啥有颗粒感 飞心的话 其实每个画家追求的质感都不一样嘛 有的喜欢的细腻 有的喜欢的粗糙 有的喜欢的奔放 有的喜欢的那种稍稍稍的紧一点点的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基础完之后的一个内容 不是我们这一个这一期学习的主要内容好吗 我们这一期学习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把基础给它打好 你要想再想那些风格的话 那就是你的一个一个心境或者心情 比如说有些同学喜欢画快一点 那你就放一点点吗 那没关系啊 那是你的风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属于独特的一个画种 你像我们常说的那个见字如见人对吧 那么看画也是一样的 有些同学的看画看着他的画 他就是觉得他这个人就会比较的工整 比较的很洁净 有些的呢 也不是说粗糙 他就是会外放一点啊 性格开朗一点 他就是戏不下来 但是同时那一种画呢 又很有他的味道 就是比较也 也也是一个在我的词典里 他就是比较是一个不好意思 我其实比较喜欢也的那种感觉 好 那么我们接着往后面讲 这是我们额外拓展的第七个工具 勾线笔 为啥要讲勾线笔呢 因为我们画这个速写速描的时候 这两个是有一点点分不开的 素描跟速写 其实两个是比较统合的 就是结合在一块的 你学好素描 其实你的速写也不会太差 只是说线条感会有一点点不一致 所以说呢 像这个勾线笔的话 大家也可以适当的了解一下 因为今天就是在讲这个工具嘛 你看我这个勾线笔都起锈了 他这个笔跟我们平常的笔不一样的地方 他就是这个心 这个心它是额外出来的 不像我们那个办公用笔 它里面是一个钢珠 它容易不出水 这个的话呢 它就比较的顺畅 你像勾线的话 它比较也能比较练习到我们的这个线条 像我有时候在学习的时候 经常拿这个勾线笔练习这种小的短线 怎么练习呢 就是你把控好这每一个小小的这个距离 你把它控制到一定范围内进行一个练习 不要碰到 就这样去练习 所以说这个勾线笔 它又跟我们的铅笔的质感不一样 所以说呢 大家练习排线 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这也是我没有在六七讲的 六七的话主要是带到了一个线线素描 那也是练习线条的另一种方式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方法嘛 怎么适合大家就怎么来 那么我们画到这里的话 还给大家带一个小小的知识 这个圆环把它画出这个立体感 那么就是这边 我自己练习的 我平常练习的话 就是我在考学的阶段 我经常会这样去做 把每个物体呢 通过这种排线方式 把它的体积感给它画出来 其实这一种方式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像画那种简笔画一样 你看这样它就能转起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大家这个排线方式的话 可以用这个勾线笔进行一个练习 当然它也有不同的型号 我这个用的 我都不知道它是多粗的了 这边都用凸了 你看这边它就有一号 这个太细了 这个是樱花樱花橡皮 不是什么樱花橡皮 这个是樱花的勾线笔 那么这就是另外的一个练习方式 也是给大家带开了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可以敲一个9好吗 这是另外额外加的第7个 对第7个了 勾线笔 好的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是基本上额外拓展的内容都到这里了 基本上我这一期会用到的工具呢 都给大家介绍到了 也不会再额外多出一些不一样的作画工具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进行购买 好不好 那么 我们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铅笔里面还有一个HB 这里我都差点给它说漏了 你看这就是2H吗 那么H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英文的Hard 就是Hard就是硬的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 我是这样去理解的 好像是hardness吗 后面还有一个SS好像是这样 那么硬呢 H这边我们写个4H 这边我们写到4B 这边4B 顾名思义 从这边到这边 它是越来越硬 从这边到这边 它是越来越黑 所以说我们在画细节的时候 这边到这边中间夹了有2H 2H对吧 所以说它硬度是递增的 那么这边呢 它是软度递增 软度递增呢 就代表它是越来越黑的 所以说我们在购买笔的时候 可以根据你的一个需求进行购买 那么像H的话呢 准备一个HB或者2H 就完完全全够用了 像我的话 我比较喜欢H 因为它可以画到灰部 也可以画到亮部 像2H的话 它就是画那种亮部了 比较接近高光的位置 因为高光它对调子来说很浅嘛 但是你又要有那个线条感 所以说2H是比较适合 比较接近高光的位置的 那么这就是HB 绘画画版 绘画画版的话 我用的就是这一个 比较普通的 在我们这个店铺里面拿的 就是它是一个实心的 很薄 很薄 只有这么厚 比较普通的就可以 所以大小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个八开的 我现在用的是八开的 八开的 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四开的 四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后面肯定会有一些大幅的画 去进行一个创作嘛 所以说你画 准备一个四开的话 你四开的也能画 八开的也能画 好 那么说到这个开数呢 也要跟大家稍稍提及一下 那么 这个纸张的大小 这个纸张大小就是八开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写的是八开 好 那么比较常用的 我们前期学习 最主要的就是使用八开的纸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十六开 十六开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对半折 那么 四开就是两个八开 这就是开数啊 可能有些同学不知道 我这边给大家提一嘴 好吗 找我看了这么久作业 还是第一次听老师上课 哎 这个你一场没见过呀 哪位同学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的全部介绍了 大家现在对于工具上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了好吗 现在就是提问 七七画不画人物呢 咱们后面的这个素材图还有一部分在确定 因为找素材图其实比较费时间的 又是基础性教学的话可能就不能挑特别难的 动态也不能挑太高的 所以呢 像后面的比较 比较靠后的几节课的话 就是不是一节课一张画的这个素材图的话呢 就还需要再去找一下 到时候就会统一发到我们这个素材图里嘛 就是上课前肯定会把素材图发上的 喜欢人物 喜欢人物可以啊 我们八七 我八七预计就是以人物为主 但是可能还是续偏基础性教学嘛 所以说前面的课程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因为基础性教学前面的课程 就为什么要反反复复上 因为这个知识点它是绕不开的 你如果没有掌握好前面几节课的内容 后面其实是比较难上手的 所以说呢 就可能素材图变化一下 但是知识点都还是需要带到的 全开 全开那就是比较大了 全开的话 比二开还要大了 对开我都是画的比较少 对开基本上我学习那会儿是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一张 那个背景画起来就很费力了 那个对开的纸的话 还要表纸 素描也要表纸 然后上底色 这样画起来没那么费劲 速写 速写我不教呀 速写 现在用化还没这个课程 到时候会有问卷调查 看大家投票吧 好吗 投票如果高的话 可能就会开了 全开天门上画 也不是不可以 之前上的是毛毛老师的 学好基础和结构比较重要 对的 我们这个素描还是学基础嘛 把结构啊 这些透视啊 然后起行的方法这些给他解决好 你想画什么都可以 好 那么这个绘画工具没有问题的哈 我们再来给大家带一个小小的调子的一个区分 大家没有问题了吧 对工具上 我回答的问题怎么没有看见问题 有吗 是有啊 上面有提问啊 可能可能 卡了吧 是吗 开速写是我教吗 这个就不太确定了 可能 怎么会不理你呢 他只是这个弹幕他跳的比较的慢 可能看的没那么全 我要一个一个往上看的 啊 工具没有问题的话 速写我也教了吧 工具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接着把这个调子给大家说一下 好不好 把调子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进行一个 操作了 我画一个圆 好吧 画一个圆 好 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圆球这边来光 投影的位置 哎比较简单 好 那么我们把光设定在这里 把他的亮灰暗给他画出来 高光 哎 亮灰面 明暗就在线 灰面 灰面上面就是两个亮灰面 这边就是高光的位置 对吧 这边就是投影 啊 我们现在只说颜色 好不好 只说颜色 那么像投影的位置 我们呢 就可以使用到10b 给他种下去 这边会有一个知识点 我们后面会带到 怎么通过铅笔的型号 把他的这个体积给他做出来 就是不需要其他的哎 再多次的叠色 对吧 你像这个暗部投影的话 你就可以给他压的这么重 我们可以使用到 10b到6b 好 暗部包含投影跟物体的暗部 所以说这边我们在上的时候可以连带进行一个上色 好 明暗这些线给他加重 那这里没有问题 对吧 好 那么像这里为什么要这么重呢 还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闭塞 或者说闭塞 这个原理怎么来呢 我们来看 光这么来 往里面折射 这里折上去 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再上去 再下来 是不是越来越小了 光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这两个物体越来越近 没有光 光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说这边会越来越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贴近物体 它这一块比较的重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重颜色的由来 这是比较好去理解的 大家记住就可以 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叫闭塞 好 这两个颜色我们可以使用到10b和6b 那么像上面这个灰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换一根笔换到6b 可以上面的这个灰面 对这个叫光的反射吗 基本的一个原理 光的反射有又分很多种 我们这边就不细讲了 因为那是物理 物理需要解决的一个知识 光的反射有好多种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6b 6b到5b 或者4b也可以 好 那么我们再来换一根笔 换到2b 这一个就是4b到2b 好 那么这个量会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你可以用到hb了 h到2h 大家可以这么去记忆 你看啊 这个颜色就能够通过这个笔给它区分开 所以呢 大家就不要一根笔给它走到头了 你可以有型号能区分出这个颜色的话呢 你就尽量用这一个不同的型号来区分一下 那么这个暗部啊 灰部啊 亮灰啊 以及 亮灰部跟灰面中间呀 这一个部分 你可以通过画一个这样的小球 放到这个旁边 你能够参照 这个小球进行一个上色 所以说呢 这是个小的方法 大家可以参考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一个叠色方式 你像之前说的那种 可能 其他的教程可能就会说画一个长条 对吧 画一个长条 然后进行这样叠色 也可以 但是这样呢 它就会比较直观嘛 好 那么这就是颜色上 大家可以略微的记一下 也可以在你的笔记本上稍稍记一下 这样就能够把颜色区分开了 好吗 这就是我们 第10点 大家可以敲一个10 没有问题的话 10 好实在的10啊 最棒的猫咪给你点个赞 好实在的10 呵呵 米安交界线和投影哪一个更深呀 这是一个不错的问题 那么 像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大家很经常会遇到 那么我们就需要带到另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是什么嘞 那就是顾有色 顾有色 顾名思义就是物体本来有的颜色 就是它的顾有色 像我们看到的红苹果 它的顾有色就是红色 我们看到一个黄色梨子 那么它就是 顾有色是黄色 所以说呢 这怎么判断 我们的这一个 棉岸交界线就要根据你本身这个物体的颜色进行一个区分 如果说你的画的是一个红苹果 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把红苹果 转成黑白的 那是不是它的这个颜色是比较重的 所以说你就可以把红苹果的这个明暗阶线给它加重 同时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投影是投影到这个桌面 我们以这个为例 如果说你的桌面是白色 那是不是就不能画这么重了 因为它本身还是有一个白的颜色在这里 所以说白色它对于光的反射也是比较的强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投影肯定是要比这个明暗交界线要浅 这里能理解吗 理解的话可以敲一个1 好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如果这里是白色的话 那肯定是物体上的明暗交界线 肯定是要比投影重的 对吧 好 如果说我们再换一种思维呢 它是黑色的嘞 哎 它是黑色的 是不是它固有色本身就是黑色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红苹果对于这个黑色的衬布桌面来说 是不是就是有点捉襟见肘了 就是它这个颜色上肯定是黑本身这个颜色要重于这个红色 所以说那肯定就是投影的颜色要重于这个红苹果的颜色 所以说呢我们画这个明暗交界线啊 以及投影的时候不是说按照一个有一个很完整的公式给你去参照 只是说你在找位置的时候我们有方法 但是颜色肯定是要参照我们的素材图 以及你写生的那个进入的对象 根据环境来判断 我们只需要我们在学习的是什么呢 学习的是一个方法 找位置的方法以及思维的方式 好吗 这就是这一个 投影跟这个明暗交界线颜色的区分 一定要多去思考一下 多去考虑一下这个环境因素在里面 好不好 好 那么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敲一个2 大家对于还有一些问题可以现在提出来 我好像没有堂堂招生温柔 没有问题是吧 那么刚刚是不是还是带到了这个反射上 反射上那么我们还给大家带一个小的知识 画素描要把素材图调成黑白的吗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问题 大家提问题也是提的比较好 黑白其实对于我们素描画是一种帮助的作用 不是说调黑白不好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固有色这个部分 你像如果说你画一篮子的水果 有西红柿 有橙子 有柠檬 有树叶 有枯枝 各种东西堆在一起 你去处理固有色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 比如说一笔颜色化重 比如说你去叠颜色的时候 如果它的这个固有色是黄色的时候 你就要去叠紫色对吧 那你那个紫色一不小心挑错了 挑成一个很重的紫色 那叠上去就会脏 所以说我们调这个固有色 其实是帮助我们做画嘛 能帮助到你 你当然可以用了 你比如说创作的话 别人又不知道你的这个创作流程 你只是把这个画面放在这 它只会 你画得很好的话 它只会感叹说 你这个画画得好棒 它不会去太去深究你这个作画的过程 你调成黑白照片 只是为了我们方便去找这个固有色嘛 又不是说你把它调成黑白的 就是一张画白在这里 所以说能帮助到你 你就可以去用 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好 我们接着再带一下这个反射 反射的话 它其实带一个小的点 带个小的点 它就出质感 写的有一点点乱啊 大家看看的话就是顺着这样看下来就好了 质感 质感呢 就是一个物体摸上来的感觉 那么比较明显 我给大家比喻一下 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被蒙了眼睛的一个人一样 你只能去通过触感去摸 那么这就是质感的一个表示 通过触觉来传递这个物体 那么反射呢 它也是出这个感觉的位置 那么我给大家带两个点 一个是镜面反射 镜面 镜面是啥意思 我们把它看出一个球 先从一个最简单的开始 这边我们画一根虚线 这边来光 左侧来光 这边镜面反射 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反射 反射力比较强 像镜子 比较光滑 整个质感比较光滑 所以说呢 它没有凹槽 你光怎么来 它就怎么出去 所以说它是接近百分之百 我们说绝对的情况 它就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反射情况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你拿那个镜子对着阳光去照射的时候 是不是能照射到一个物体上 还是有一个小的 一个比较大的光斑的 所以说这就是镜面反射 那么这种镜面反射运用到我们球体的时候呢 你把它画成比较亮的一个反光的话 那它就会比较接近像 不锈钢球啊 或者说玻璃球啊 因为它的对于这个光的反射是比较强的嘛 所以说它这个 反光的位置 形状会比较的锋利 就是这些边啊 这些边它都会比较锋利 所以说它能出效果 你像我把这个高光放到这里 就是这个反光位置 来这边再加一点点颜色 给个颜色过度 它就会有一点点光滑的这种质感出现嘛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慢反射 大家既然提及到这一点 还是有一定知识储备的 那么我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 慢反射什么原理呢 我们还是接着画一个把它分开 这是光 还是从这边来 有些光呢 从这边来了之后呢 被这个鼓起来的给它反射掉了 这边呢 可能就是会这样反射掉 这边可能就会这样 所以说它整个反射的呢 就是比较散 没有这种比较明显的锋利的形 所以说呢 像我们的这些布啊 或者说一些衣服 或者说衬布啊 比较粗糙的 它的这个反光没有那么强 只是会略微带一点点 有这个调子在这个里面 但是形体不是很准 不是很明确 如果说你把形体画得很明确 放到一块布上 那就会很奇怪嘛 就是你把这个反光画得很明显 一个块放到这个布上 那它肯定就不像那个布了 所以说这就是出质感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质感 通过反光可以表示出来 那么我就呢 给大家带了两个小的知识 一个是颜色上怎么去七分 另一个呢 是反射的原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练习排线的一个方式 那么大家课后呢 你就可以去把这两个给它做一下 大家如果手上有中性比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还是比较练习我们排线的 然后这个呢 也是比较能考验我们空笔的 你画一个方形 画一个方形 然后在里面排线 把它控制好这个间距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到你的笔记本里面 放到你的笔记本里面 然后进行一个颜色区分 我们后续呢 都是通过这个颜色 笔的不同的型号 给大家上这个颜色 这样大家也能够知道 什么地方用什么笔嘛 真实的环境都是慢反射多 对呀 所以说我们画照片跟画这个写声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这个概念吗 你有可能照片画得很好 但是你要是放到这个现实生活中的 这个进物写声的话 那可能还需要一个思维的转换 所以说 这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到的 画个小人 咱们是讲工具 不是来画这个速写 画小人 想你就惦记着我画小人 好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前期啊 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可以现在提问好吗 那么还有一个需要讲的 就是我们的作画知识 前面工具啊 以及小的知识点给大家带到了 那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板块 那就是作画姿势 以及作画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地方需要注意 有一个画架 大家肯定听过嘛 那么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桌面画架 还有一个落地的画架 那么画架这一块就根据自己的需求 大家如果家里的地方够用的话呢 如果说 比较稳 就是固定嘛 在家里的话 你就可以买一个落地的 落地的画架 他能够画素描 或者是画水彩 或者画油画都可以 画什么都行 画架也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呢 你是偏那种 比较经常出去旅游的呀 或者这种 不太固定一个位置的话 你可以画一个桌面画架 这样也是方便你解放你的双手嘛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不喜欢画架的 那你就要看一下 我们七七群里放的那一个图片 那个图片还是毛毛老师的 那个作画姿势就是 一定要有一个手臂宽 为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手臂宽的话 他就会以我们 我把这个 我们大家把这个镜头当做这个 我们的双眼 你看如果说我把它凑这么近 把画板凑这么近 是不是 整个画面都被挡掉一半了 你别说起行了 你起行起直起身就跑掉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我们画这个起行的时候 以及前期做画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有一个手臂宽 一手臂宽的距离就可以 不是说你非得撑直啊 就是一定把撑得那么直 一手臂宽 不是的 你就大概一手臂宽就可以了 要有你的视线 能够看到整个画面 这样你起行的时候 不会出现太多的一个偏差 好吗 我个人是觉得素描 越画越有意思 对素描画到后面是越画越有意思的 好难还要学科学 这个不是啊 这个素描它可能就是会偏理性一点点 因为它就是一个思维能 一个思维嘛 就是建立你的思维 作画思维的一个学科 所以说它就是比较打基础的 好 那么这就是作画知识以及画架 这一块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不好 那么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抄一个6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预测课全部的内容了 后面就是给大家 解决一些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就可以下课 我买的落地画架 喜欢站着画 站着画可以 我也喜欢站着画 我在大学学习都是站着画的 因为站着画能不停的退远 退远能看到更多的内容 问了是吧 好 我往上看一看 小波浪 小波浪 我没看到小波浪的提问呀 最棒的猫咪是 是这个问题吗 是说咱们五七同学画的那个猫咪是吗 站着画能减肥吗 站着画它能够让你画起来更舒服一点 因为久坐对于你的腰部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损伤的 你画着画着可能会很累 但是站着呢 你可以不停地退远看呀 然后你的脖子也能够得到放松 你在画的同时也能够走动嘛 所以说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 需要买石膏吗 要学人物才买石膏吗 买石膏 石膏人像吗 这个倒没有太多要求啊 如果说小波浪你想写生的话 那你肯定可以买一个嘛 你像这个石膏人头的话也不是很贵 如果你想写生你可以 那么写生它能够带给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 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就是空间感的一个训练会更强一些 就是它能够建立更多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因为我们画照片它毕竟是平的 你像你画写生的话 你能左看右看 你甚至还能上手去触碰它的这个形体走向 所以说你如果想有更强的这个虚实关系 以及空间感的建立的话 你可以去准备一下 怎么起形才快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常见小白会问的问题了 其实我在考学的时候也经常问我老师 为什么我起形这么慢 他就是要我多化 那么起形快呢 你就要进行一个大量的练习 那么我给六起的同学也是这样去讲的 怎么练 你一开始先从简单的开始 比如说一个苹果 一个三角形 一个正方体都可以 但是有时间规定 拿个手机放在旁边 定时五分钟 五分钟就过 五分钟就过 一张一张这样去做 不要去在意它的质量 但是如果说你能保证质量的同时 也能这么快速的话 那是最好的 但是我的话 我一开始练习的话 就是质量不太好 但是我就是在堆量 所以说你一定要有给你一个限制 不要说可能你起形的时候觉得 好像没那么慢 但是你自己没有那个时间上的那个意识 就是一边慢慢在找 没有那种紧迫的感觉 那么你给定 给定你一个时间 只需要你起形五分钟一张 准备那种便宜的纸 A4纸也可以 只仅限于起形A4纸的话 或者说你的速写本也可以 五分钟一张 五分钟一张 这样去练习 你达到量之后 你的这个形感就能起来 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最快速的一个方法 但是它也是需要量的积累的 画鸡蛋 这个好像是有个典故吧 是达芬奇吗 是吗 马赛起行就五个小时 是不是没救了 马赛起行 是不是我们放 是在课程最后一个部分 所以说我们是要前面练习起行的 马赛肯定是男呀 你像他那个胡子 那么多骨包的地方 然后他还有头部的动态 以及头颈尖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马赛起行 是不是用了一节课 给大家起行 我起行一边讲 都画了两个小时 所以说呢 我们先不画那么难的 你可以先从那种简单的开始吗 咋了 纳鱼猫咋了 看到了 看到了 线上不能教写声 写声它的意义就是在于 你可以在不理解的时候 能触碰到这个物体 能对你的空间感有一定的建立吗 那么我也给大家说过 你如果想起行的 你如果想写声的话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搭一个台子呀 就是拿个桌子 上面垫个衬布 摆个苹果都可以 从最简单的开始 这样慢慢的一个长期积累 就有一个思维的转换在这里 纳鱼猫要报名 报几期 现在吗 有救 马赛能改五天 咱们霞也是六期后期之秀 前期的话 霞对于 我对霞的印象就是 他对人像的抓型是比较敏感的 但是他 霞对近物感觉就是 不太感兴趣的样子 有这种同学 就霞不是个例 有些同学他对于人物的形 他比较敏感 画出来比较像 有些同学他对于近物就比较敏感 他画近物又能 又快又好 所以说有这一部分的同学是有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 学学习一样偏科嘛 这是很正常的 平时基础练习都练习些傻 像线条 线条我们之前说过的 拉线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下节课会说到 排线的方式呀 以及拉线的方式啊 握笔方式啊 以及一些找形的方法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自己去练习 对量 没画过真实的 画真实的东西要怎么转变思维 怎么转变思维 那你得去尝试 对吧 我现在说也没办法让你找到那个感觉 你就是在家里搭一个小小的台子 然后上面呢 放一个苹果也可以 像我们六七群里阿米其实有做了这个操作 但是 就真的跟画照片完完全全不一样 透视都是会有一点点偏差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你如果想对于自己的这个 画画 比如说我们是在基础这一块画照片 你想再拓展一点点 拓展一点点 把你的进度条拉长一点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搭一些小小的一些小的场景 然后起起行 然后去画 那么你也可以给我看嘛 就是你在搭那个台子的时候 搭台子也有讲究的 你们画包包化妆品高跟鞋不就有意思了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真可以 但是呢 但是包包的话可能要小一点点 不能画那种太大了 对 橡皮也可以 什么东西都可以画呀 那么这就是我们写生这一块 感觉大家对写生还蛮感兴趣的 写生主要是它能触碰到那个物体吗 像我们画石膏头像的话 我现在拿个头骨出来啊 拿个头骨 像这个的话 我们画照片是不是只能有一个平面的 我们参考不到它后面的东西 但是它是不是后面有个后脑勺 所以说后面还是有体积感在这的 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后脑勺的这个概念 也是经常说的就是空间思维的能力嘛 你把它理解成一个方体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 我们把这个正方体摆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把它理解成正方形 你也要正方体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体怎么练 就是通过写生 因为照片它是没办法有那个三维的东西出来的 你只有写生才能够有那个效果出来 所以说写生跟画照片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概念 写生它的这个效果出来会更慢一些 所以说呢 大家如果有这个写生的需求的话 你就自己去找一找这个素材 尽量简单一点点的 不要贪多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一个一个解决 那么你再开一张长期的一个石膏头像都是可以的 那时候 你这样有一个穿插着来的话 你的这个知识提升会更快吗 好 那么这就是写生这一块 写生比例怎么先 写生比例怎么量是吗 写生比例怎么确定 写生比例怎么找 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把它放远 比它隔的比较远对吧 那你就用这个铅笔 铅笔给它量一下 这样去找 把这个笔顶到它的尖尖部分 这里顶到这里 好 定好了 这是我们头骨的长再做比较 你看这边多出来的就是不要的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需要的 你按照这个长短比例 反映到我们纸张上 那么大的这个大小就不会有一个偏差 这就是最常用的一个方式 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常用 我现在也用 所以说这不是说什么量 你画画还要量 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你又不是说你这样去量 对吧 你又不是这样量 量了这么长之后 直接这样去画 我们是通过这个比例确定好之后 把它放大缩小 放到画面上 所以说这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的 你要把这个比例给它找好就OK了 所以说我们画这个起行的这一块主要是比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乐课全部的内容了 讲到了工具 讲到了两个小的知识点 还有一个练习的方式 还有带到了一些其他同学讲到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这节课全部的内容就是在这里了 是不让尺子呀 尺子肯定不行呀 但是这个铅笔是OK的 它没有刻度啊 但是我们量是不是我刚刚是不是说了 不是按等笔的给它放上去 不是你量多少就放到这个画面是多少 不是这样 是还需要通过你判断或者放大或者缩小 大学的时候是教写生吗 我大学只画过写生 就是所有的全部都是写生的 学习到后面都是学习写生 画照片很少 说白了全靠眼 这个总结很棒 点个赞 今天咱们的同学金句连连 学习了 学习到了 好 那么我们的课程全部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有这个基础性的学习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来我的班 墨班车 那么还有一个87嘛 87的话就是可能会以人物为主 那么现在呢也是在出87的海报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找唐唐老师好吗 好的 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晚安 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